好 那天吳敦義的母豬說 一爆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震驚 一定會衝擊到韓國瑜的選情 怎麼辦 大家都很想知道 韓總第一時間 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如何反應 那麼事後又怎麼樣 快速的危機處理 今天韓兵來到節目現場 韓兵 來 不是男的 兵哥稍等一下 我們先問一下南韓兵 就是爸爸當下 因為其實從這個主席講 到爸爸回應 其實中間時間好像 幾個小時而已 所以這個危機處理 你們內部有經過什麼樣的討論嗎 是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 針對這個發言 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還在準備晚上 我們黃金周的造勢活動 所以我們那時候看到新聞 也是滿錯額的 那其實因為 吳主席已經道歉了 所以我們這邊也不方便說太多 但是在一開始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韓總的苦惱的點是說 選戰打到現在 他其實從來沒有批評過對手 他最多最多 就是在別人抹黑他到受不了的時候 他只會反擊 其實這一年多下來我們觀察他 他從來不會主動攻擊對手 所以他比較忌諱說 因為他一直在標榜說 他要用一瓶礦泉水打一場很乾淨的選舉 他希望全台灣最乾淨的一場選舉 立一個民主典範的這場選舉 可以發生在高雄 所以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會立刻 應該說他會立刻強調說 這不是他這次選舉的詛咒 他希望任何來幫忙他的人 都不要批評 他是因為這個有違背他一開始選舉的詛咒 所以剛剛有講到 像這個龍介先講到 說什麼現在說在哪邊鳳山 鋼山 鋼山 說一票2000 一票3000 至少一票6000 而這些這個耳語 都是在網路上面不斷的放送 不斷的謠傳 一傳之 師傳百這樣 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現在剩五天了 你說之前我不理這些人 那也就罷了 但現在這個狀況 爸爸的網路也是你在負責操作的 是不是我們有什麼方法 去阻止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或者真的像這個龍介議員講的 會走一些法律途徑 要這些胡亂說話的人嘴巴閉起來 因為 因為這種 其實這種網路奧播 還有網路的抹黑 它一直以來都有 那我們以前就說 因為我們其實網路上有很多支持 我們就是所謂義勇軍 或是很多在我們臉書留言 網路上的好朋友 他們都會來提醒 所以現在其實只要網路上的謠言 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邊有很多 韓總的支持者 他們就會趕快截圖 貼過來跟我們說怎麼辦 他們又開始亂講話了 那其實我覺得 比較欣慰的一件事情是說 至少我覺得他這幾個月打下來 很多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說 他絕對是一個很正直很公正的人 所以這些事情他絕對不會做 所以其實我們收到這些留言的時候 他們不會來跟我們求證說 是真的嗎 他們不會有人說是真的嗎 他們只會說你看 奧伯又來了 大家要注意要小心 那你要用什麼樣的解決方法 所以我覺得這代表說 大家對他的人格是有信心的 所以說這些奧伯可能對選情 或說對韓總的人格 你覺得起不了傷害了對不對 我覺得傷害可能沒有 他們想像中的打 就像他那天在黃金週演講的時候 他也說了 他說接下來剩下的一週 抹黑一定會越來越多 那他希望大家都不要慌 他說相信韓國語 支持韓國語 所以我們也是有信心說 如果是栽贓跟抹黑 我們一定會處理 但處理的方式 我現在還不是很確定 確切的方式 但是我只能說就是很感謝大家 一直都很相信他 我還沒有聽到有人看到 很多黑韓或是奧伯丟出來的時候 有人去反應說要來求證 因為大家都一口咬定說 以他的人格 他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這也算是做人成功 現在這個韓總好像一個海綿你知道嗎 你打他 他不痛 你太用力 你會痛 大概是這個概念 剛剛這個韓國語講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個韓國語自己有講 他說面臨下禮拜 就這個禮拜的奧伯 我們大家聽到笑一笑 正面歡樂的選舉 不要生氣 然後該泡茶就去泡茶 我們日子照常過 因為他對自己的選情算是有信心 然後也說對手是一定會出奧伯 也希望支持者能夠穩定軍心 支持韓國語 相信韓國語 大家都知道有奧伯有奧伯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韓總這邊也來奧布大目擊 說要招108招 但是沒想到真的可不止108招 來了6000多招 把這個韓正營都嚇壞了 當然這個裡面大家都提了很多 比方說故意找一個黑道 去什麼鬧場 然後投票所也可以去鬧 選前之夜也可以鬧 然後就說你看韓正營這邊做的 這幾個都滿可能的 找黑道假借韓總名義去對手那邊鬧場 然後去攻擊綠營的選民 然後嫁禍給韓國語說 對 韓總有交代 我來這邊攻擊綠營的選民 導致韓國語可能被選民施加壓力 然後說韓總有交代 我來這邊給你們施壓 不懂韓總別想回家 再來讓投韓總 機率比較高的投開票所 選票遺失或不足 還傳出會找出什麼 韓總年輕愛喝酒的一些糗事 或一些醜態要出來 我說這個不叫抹黑 不叫抹紅 也不叫做抹黃 這個就是我很早以前在講的 叫人格毀滅戰 我不是要把你給抹黑抹黃抹紅 我是要毀滅你的人格 讓你的支持者對你離心離德 就是民進黨現在奧布的奧義 最終絕招要讓你離心離德 來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韓總在節目裡面 他就講說他大概一個多月前 他說他要奧布108招 請大家幫忙集思廣益 那時候我們是用臉書推廣出去的時候 我們就強調 我們就說麻煩大家幫我們想一想 因為在這個之前 其實這幾個月下來 常常很多熱心的網友會提醒 我們說要小心 要小心 我們就說除了要小心的同時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說 你覺得這些人會出什麼 要小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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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說麻煩大家聽 那他後來我們就說 可是這樣要有獎品 他說好吧那就送書籍 然後呢 還是我們簽名的書籍 他簽名 他親筆簽名的書籍 然後我們還有強調是30塊以下的書籍 所以我們就選出10位 我們那時候還在討論說 不知道會有多少網友的留言 結果 萬有6千多則 6千多則 對 有沒有什麼比較 你覺得比較誇張 或比較離譜的奧婆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比如說像 我們其實也有注意到 剛剛那個佑甄哥提到說 在選權之夜 假借黑道的民意 去對方的陣營鬧場 結果鬧場完之後 再把他嫁禍給韓總 因為其實這幾個禮拜下來 陸陸續續有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很多不太理性的攻擊 是我們不太覺得 我們的支持者會去做的 但是發生了之後 他就把他嫁禍給我們說 是我們指使的 比如說像是 有一個詹雅雯小姐她的唱著 就是說我們的支持者去那邊攻擊她 攻擊到她覺得說 她入演藝圈以來 從來沒有受到這麼大的侮辱 其實我們這邊 她在黃金周的晚上 我們特別選了一首她的歌來唱 就是希望跟她說一聲抱歉 我們也呼籲我們的支持者說 我們一定要理性 不要做有攻擊性的評論這樣 就是要尊重對手 我覺得還有選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要尊敬你要尊重你的對手 那像今天晚上就是 大家說叫世紀對決 就是說這個韓總要跟齊曼委員 要做一次這個世紀對決的辯論 那針對辯論其實這兩天 這個韓總他比較沒有公開行程 然後也有說都到這個智庫 去做一些沙盤的推演 為什麼叫世紀對決 因為這一次除了深論結論之外 中間雙方是互相交火的 沒有提問人 不是說今天這個 有志哥在現場說 我問一個問題 齊曼先回答 然後韓總來回答 沒有 就是齊曼委員問韓國瑜回答 韓國瑜問陳齊曼回答 齊曼問韓國瑜回答 沒有 所以這叫做直接對決 正面交火 這兩天比較沒有行程 你們有針對一些 這個可能出現的尖銳問題 或吸電提問 有一些猜題 或者是做一些沙盤的推演 準備嗎 有 他這兩天就是 都沒有什麼公開行程 因為我們就是很多的 支持者對我們的期待很高 對韓總的期待很高 所以他其實他這幾天 其實還滿緊張的 他的心情 他說他準備大學連考 都沒有準備的 怎麼認真 聽說寫怪念書不是嗎 對 對 所以他很認真在準備 主要我們是希望說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提證件 我們也有網站 到這幾個禮拜 大家才注意到說 其實很多人會說 我們沒有證件 我們都是打高空 都沒有講出什麼實際的論述 或說要執行怎麼做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強化這一塊 包括說我們也有 當然也有預先準備 說萬一有一些 到時候萬一有不理性的攻擊的話 我們要怎麼防範 因為這其實也是 我們的網路小編一直在做的 就是說 其實我們根本 網路上常常在說 我們有很多網軍網軍 可是其實真的就這幾個人 從半年前一直做到現在 那我說我們以前半個月 半年前做的工作 跟現在做的工作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說 每天該發文 該找什麼素材 該拍什麼樣的影片 其實做的工作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這幾個月下來 又多了 要加消毒 要加防範 再加上每天在發文之前 大家還要先開一個會討論說 我們如果把這個文發出去之後 他們會怎麼攻擊我們 就是說每天多了一個這個 防守 防守的動作 我現在想聽你的聲音 當然我們有見過好幾次面 但聽你的聲音我才想到 那個半夜深夜直播 小編是你對不對 不是我 不是你嗎 不是你在問嗎 說韓總我們接下來的影片 有什麼你 不是你喔 是另外一個沒有公開的小編 真的喔 那你們講話聲音 連講話的方式都很像 是 真的喔 我想說會不會太累 讓他們先回家休息 女兒自己來 不要讓他們超時工作 我自己 所以那個深夜提問的小編 不是你喔 所以你們在模擬的時候 是紙上談兵 還是說真的有一個人假扮 不然是陳其邁 比如說陳其邁 就請那個郭子賢 郭哥來假扮你好了 對啦 郭哥不然陳其邁委員也超像的 譬如說我敬愛的對手 謝韓國瑜 你要有沒有說我們 郭哥瑜有沒有類似這種模擬 好像沒有 這個很重要 他們好像沒有 那個其邁委員那邊 好像也沒有找這個假想敵 他們都是用這個 書面 對用書面 用題庫來做模擬 對 好 其實剛剛韓濱講到 說什麼找黑道 去現場 然後打綠營的選民 還是怎樣怎樣的 說真的 我當然不能代表全部什麼 但是 我就講我自己的經驗 我之前講過了 在那個造勢現場 又跟著韓總進場 他只要有進場 我都在旁邊 只是距離遠跟近的差別而已 我上禮拜有說過 那些警察 不管是維安特勤或是員警 或是你們自己的 這個安全護衛隊 他們去擋民眾的時候 沒有一個民眾口出惡言 因為我在那邊 我在最前面 所以他們去擋民眾 跟民眾直接接觸的那一群人 我都看得到 我也都聽得到 沒有人說 你衝什麼 沒有 你是在 沒有 都沒有 大家就是握手 不能握 那就慢慢的推開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推擠 但不會有人是口出惡言 說什麼 警察來不及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狡猾化三字經肢體衝突 沒有 所以說真的 你說會有一些 什麼韓國瑜的支持者 或是他指使韓總有交代 去攻擊綠營選民 去幹嘛幹嘛 對 我說真的我還滿能相信 就是從我自己的採訪經驗 我在現場的經驗 我這樣看 我不認為會有這麼 不理性的人 請說 來 韓兵 北韓兵 北韓兵 南韓兵先來 南韓兵先來 沒有 包括還有一些 像前陣子說有一些 網路上拍的廣告 然後說是我們自己 自導自演的廣告 可是很多的廣告其實 或者說影片他們拍出來的 很有攻擊性 攻擊敵對的影片 我們自己都沒有看過這個廣告 結果他已經出現在新聞上 那 我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下午已經變成說 都是我們在自導自演 都是我們拍有攻擊性的影片 然後 批評對手的影片 可是其實這些影片 在還沒有上新聞之前 我們根本看都沒有看過 所以跟你們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可能就是我們講一些 假韓粉 網路上真的太多東西 然後假韓粉肯定也蠻多的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反而要靠所有的義勇軍們 其他的那些韓粉 真韓粉 大家出來留言 或者是出來幫忙撇清 說這個韓總輩叫韓導 我之前講說 很多人就在網路上發我的照片 說這個是第一副導演 我就說我在現場訪問一些民眾 然後說那些民眾 我知道他們是假的 然後我還配合演出 我哪知道 他們要來 我們全民開獎 我就麥克風過去 讓他們好好的抒發心情 我也講過很多次了 在現場 如果是齊邁委員支持者 歡迎你來 我相信大家對你一定很和善 你也可以講你的話 你不來 然後就說什麼 你父親是導演 然後我是什麼第一副導演 真的也是莫名其妙 來